林毅雄是一個人格者 尤其他家庭 受到那麼重大的 這樣政治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我們評論他個人 不要用那樣子的口吻 好像說他嫌很久了 現在有一個朱利的議題 他就跳出來 不是 他不是這樣子的人 第二點就是說 當時大家反核式 那幾乎社會的聲浪 已經是不分政治界基層民眾 你看連演藝圈的朋友們 每一個都站出來 我是人 我反核 當時民意高漲到那樣 大家認為應該停建核式 不要再用核能 作為我們國家能源發電 那你怎麼解讀這個新民意 第三點 這一個民意是在這一個公投 我們當然要尊重 可是這並不是在一個 充分討論之下的公投 而且這一個民意 還有充不充分討論 討論 公投就是全民意 怎麼還會有充分的 不是 因為當時是在說 大家瀰漫著說 PM2.5空汙 火力發電 等等的這些情況下 所以我認為這一個公投 那還不足以 所以你認為公澳證明公投沒有過 也是因為沒有充分討論 其實當時我要補充一點 當時光世修他在提這個案的時候 也找過林義雄要出來討論 但是林義雄當時是以讀不悔 如果世間院你覺得說 這個應該充分討論 當時林義雄應該出來跟世修 好好的來討論這個東西 因為當時是在空氣汙染 可是空氣汙染現在還在 被這些的議題被過度渲染 妖魔化之下 所以汙染不是事實 不是 是事實 可是事實就沒有渲染 從我們當年在反核的時候 當時就有台中火力發電廠 就有這麼多的火力發電廠 所以我認為那一個討論 我認為那個討論不公平 因為最基本的就是說 核廢料要往哪裡去 這最基本的問題 朱立倫在現在 他是急得慌了 他是韓國瑜已經跑到他前面 民意所趨 他慌了 這只是證明 核四這是一個造謠境 剛好造出朱立倫那樣的心境 朱立倫是一個投機 他完全沒有中心思想核心價值 他是為了自己要增加一些曝光 要引起討論 引起注意 可是你不能說他是因為看到了 這個600萬的民意 而做的調整嗎 也是啦 也是 可是那你不是自打嘴巴嗎 他前兩任新北市長任內 他是怎麼講的 可是那個時候還沒有這個 他是反對核四的 不是嗎 我這邊提一個概念 因為剛剛事件有提到 林毅雄在民進黨人 跟一些部分的反核人事裡面 他們的眼中他是人格者 他有兩個理念 第一個理念就是他反核的理念 也就是說他是因為有反核的理念 而且很堅定的反核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說的話 或是部分的反核人事來說 認為他是人格者 那麼也為了反核他去苦刑 去苦刑這樣的一個情形 但是當民進黨重啟核能的時候 重啟核電的時候 沒有 他沒有站出來 開始解釋 開始反對 那麼跟以往的做法不一樣的時候 大家對於他的反核的理念 就產生了一個問號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反核是一個理念 那你的理念應該要堅守 你應該要堅持 可是當民進黨又重啟核電的時候 你卻沒有站出來強烈的反對 甚至你說你重啟核電 我就開始跟以往一樣 我用同樣的規格跟比例 我就開始進入結識 這樣的情況 大家對於他的理念 對反核的理念就有疑問了 所以說你因為國民黨而反核 還是只要是民進黨 我就不反核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你對於民主的堅持 也是你的理念 也是你的信念 所以你也應該堅守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你在長期的民主運動的過程中 你也都在堅守 所謂的民主的政治的 這樣的一個理念 所以你是人格者 可是當直接公投 就是人民直接表達意志 這是最民主的一種方式 比間接民主 比代義民主 都還要更民主的一個意志的時候 那絕大部分的台灣人 他告訴你說我們要核電 我們要以核養綠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這是最符合民主的 你要不要尊重這個民主 賴消說核一 核二 核三 是輪修停機之後來使用 法定年限還沒到 那個不叫重啟核電 對啊 這怎麼 這跟你讓核四去商轉 截然不同的 我要補充一點 反正你今天可以分這麼細 對 我真的很驚訝 聽到世間議員的理論 他說核四跟核一 核二 核三 是不同的 核一 核二 核三 就不會產生核廢料嗎 如果會的話 你們繼續讓它產生 你們所無法認為 沒有辦法解決核廢料 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點 核四不要忘了 當時2006年 蘇貞昌當行政院長 蔡英文當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要求一定要如期如職完工 而且在缺工的情況下 還去調了外勞來 繼續要把核四做完 如果你們真的這麼信仰反核 怎麼會在當時的時空背景 你明明是執政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把你眼中視為仇扣的 核四把它做完 我覺得所有的東西 要以核心價值來考量 我不能說 今天你只為民進黨執政故 你只為一人之私 一黨之私 你所有的價值都可拋 我覺得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剛剛聽到世間議員說 我非常驚訝的是說 今天因為我們的公投 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過充分宣導 我老天 所以人民直接表達民主的意願 人家直接表達 對某項政策意願的時候 你可以說沒有經過宣導 這個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蔡英文說 我們九合一敗了 因為老百姓不了解 我們的進步價值 我們價值太進步了 老百姓跟不上 所有的東西都有理由 意思就是當林毅雄今天說 只要主張重啟核四的人 對台灣跟人民完全沒有感情 這個不就是像主張兩岸 一定要發生衝突 一定要計畫對抗 不計畫對抗的 你就是不愛台灣 同理那600萬投下 這個以核養綠公投贊成票的人 今天通通要被人格者 貼上一張不愛台灣的符咒嗎 我們今天台灣所有的事情 要不用理智 全部用感情來考量嗎 林毅雄先生 要不要問問所有的家庭 在你民進黨推動了 三年的再生能源 而你的發電量 尤其是風力加太陽能 還只佔1.85的時候 你要如何告訴全台灣人 你的PM2.5不會增加 未來我不是用大量的火電 來取代你的核電 然後每個家庭 每年增加2000億的發電成本 每個家庭分擔2萬塊 這個2萬塊 請問林毅雄先生人格者 你要來幫所有的家庭分擔嗎